梦朗 秋冲在泥农 花朦朗 夜朦朗 晚风可连聋 夜朦朗 夜朦朗 但月头如梦 愿要双喜叠双飞 满园春色惹人醉 悄悄问圣僧女儿美不美 女儿美不美 刚上来大哥大姐就跳起来的 活力十足 元气满满啊 看得七七都想上去扭两圈了 今天的这老两位也是老俗人了 一个号称时髦姐 一个号称爱酷哥 那咱就先来看看这位大姐吧 你好姐 好漂亮啊 辛苦辛苦 你早过来手都凉了 你穿这鞋不冷吗 不凉 不凉了 还好 每次都是这么漂亮 自己天时就是爱美嘛 就是爱臭美 早上还下点雨 那是啊 就是早上这个雨下得挺大的 但是咱们为了今天的相亲 也是风雨无阻 是不是 是啊 是 哎呀你丑大姐的穿搭鼠师挺带拍啊 艳丽的红色小上衣还有大肠 墨镜一戴小皮裙衣穿 踩着小高跟搭搭搭就走来了 浪个里格浪浪浪 把咱红娘一下就比下去了 整得谁是姐谁是妹也分不清 这个时髦亮丽的大姐 就是今天的相亲主角 张笑美59岁 离异 社保退休工资2.5个千 看着这么年轻都不想叫她大妈了 算了咱今天就索性叫她张极吧 心中理想行吧 这男生吧 就有点东北爷们这个性格这样 大男人 大男人 另外呢就是说的那个 别斤斤计较 年龄跟我呢相差 上下 就是挺想法的这样 不想找我比我年龄大5岁上 大了5岁之后就觉得沟通 就是思想和想法啊 和她的那个生活习惯呢 那都不行 这个也是非人 还行 也应该男生 就是各方面都是心理年龄 并且说生活习惯也良好 爱好什么各方面都是比较健康的 那样子也挺好 是不是 这个主要是看人 总结一下张姐就喜欢大男子主义的 但对她不能抠抠搜搜老别义 最主要的还是演员到位 上次给她找了个木材厂的厂长 俩人好景不长 一个月就白白了 具体原因咱就不一一说明了 年轻人哪里懂得结的浪漫 为了追求晚年幸福 张姐再次踏上爱情之路 去找属于自己的宝玉哥哥 曾大哥 你好你好 去路上接我们了是吧 你好 给您介绍一下 姐叫张孝梅 哥叫曾凡路 走 这个大哥老粉们应该见过 曾凡路61岁离异 搬车四季年收入六个W 大哥好呀大哥庙 仿大遥远没得挑 俩人见面一直笑 看着场景有戏啊 下面咱就来问问他俩演员咋样吧 他挺时尚的 这个他 我实际上我对这个 耳朵的眼带着这个东西吧 不太喜欢的 然后 就天这么凉 光着叫 他给我的印象 就是虽然比较实惠 挺好 但是他不是我喜欢的类型 我不喜欢这种身材 我不是一个类型 那我看刚才你俩有说有笑的 以为这场相亲手呢 把掐呢 这可不行啊 屁股还没这儿沙发 你俩最少得了五块钱的在走啊 我离异时十年了 十年了 就是这期间就是寸我弟妈了 现在顾问还有 我父亲去年没的 我母亲现在上我姐家的 原来穷是啥的 干什么的 原来我是90年的时候下岗嘛 下岗之后我自己开店了 自己开美容美发店 那现在就是还差一年不到 来年六月份退休 姑娘那个时候是跟他妈了 在一起了 因为小 这我说的就是第一段婚姻 第二段婚姻我也没什么可说的 实际 因为走过一串失败的婚姻嘛 我拿的挺当好事的 另外人家比咱还小一点 是不是咱好好地过一下子 但是最后不是那么回事 可以说就是家里的开交也好 各方面都是我来 我跟你慌不出来一般大 而且现在我能蹦能跳的时候 你就这样 我如果真要是往那一摘了的时候 我不知道你应该啥样了 所以说我就感觉 曾大哥谈起上段感情 觉得付出没有得到回报 自己心里极度不平衡 说起来也是光想骂街 再看看旁边坐的淑女端庄的张姐 你吐槽你的前妻我盘认我的日子 心想咱俩都不是一路人 接着大哥就说他平常 每日还有个爱好 跳哪种类型呢 我们跳都是拉花那种 下班到那块 指纹卡就买的那个半年的 按卡到那块进去 其实你这个爱好挺好 这个运动嘛 还运动嘛 你还真能夸出好了 很清楚这些事 他跳舞吧 是咋呢 是小是啥 不喜欢呢 一跳舞自己身心愉悦 心情也好 说实在有很多人他不认可这种 咱们去的目的吧 知道 你得去锻炼 你干啥去了 你首先自己明确目标 不过去锻炼身体 就是像你说这种拉花 不会 三十多年前那种 卖四了 什么的 卖三了就那样 那我也会跳 那种 哎呀呀 跳得还真不赖 别说有点邓丽君那味儿了 跳着跳着 这气氛不都烘沱上来了 爱情的小火苗 不说来就来了 让我想起了飞翔的那首歌 张姐对自己呢 是非常有自信的 跳舞的这个爱好 觉得不是问题 这个不是问题 其实如果我们俩走在一起 哪个人比我有魅力 有自信 我要是也跳舞 就比着她 都对没有安全感 漂亮女人就是有自信 张姐觉得她的魅力 超过所有同龄的女人 这颜值在前安县算是一枝花 年轻时候做美发行业 凭着精湛的手艺 赚了好几套房子 但是大哥却觉得她是花瓶 空有其表中 她不中用 做饭上还行 我原来做的就好 但是我现在更严重 我做的菜就是色香味 俱全 每个人吃的菜 基本上没有不夸好吃 那挺好 特别好 我对这个东西 我包饺子不会 但是郭春节我自己包了 是吗 因为我不会赶皮 连赶在吃饭 有的时候在外边 看好好的 哎呀 看人家吃的挺好的 回家我坐 妈的 我现在我就是注重 就是不光让它好吃 所有的菜 还得让它好看 糟老头子太小看姐了 咱可是上德厅堂下的厨房的人 先看看你能不能养活 起我再说吧 真结了婚必须跳起养家的任务 大姐梅是一个人爱网购 毕竟漂亮女人三分天注定 七分靠打了呢 这以后经济问题咋说呢 你要是说你两个人在一起过日子 你这工资的支配什么呢 你是怎么想的 两个人实实在在的闹的话呢 就是说咱俩如果要牵手的话 在这一年多之内 我还是想就是咱们生活费 我该花多少钱就是交给你 因为你打理生活嘛 假如说我该给你多少多少 然后我把这钱攒出来 过了一年以后 等到退休了 啥事都没有了 真要是发展到推好的话 时间就无所谓了 我还是比较节俭 也不是说的 就是说的 魂吃海喝那种 两个人吧 你用着另外你也吃不下去 是啊 大哥的意思就是尽量公平些 毕竟刚开始感情还不到位 处个一年半载 再说上交存款折的事 开样大哥在这世上受过伤 这个岁数找老伴考虑的都多 不想年轻人一腔孤勇就在一起来 大姐觉得这也挺好 男人把这大钱省得自己 花钱大手大奖 钱在手里总是改不了 深夜网购的习惯 接着俩人又唠叨 作息习惯的问题 所以说吧 有的时候你看 这个年龄断了 你再出个一年半载 我没那个 我明白你的意思 是 这个问题你看 应该没什么问题 那这个倒是没问题 看两个人 联系接触看怎么样 因为现在我觉得 这么大岁数处吧 比年轻人处还要比 你不用别的 就我这个作息时间 就挺烦人的 早晨我五点钟就起来了 五点钟起来 七点钟吃早饭 六点钟吃完 葱点奶粉 吃点面包什么 这都对付 但是你要一个人 一个人整 那你要两个人的话 反正就是觉得 他要给你整的话 特别温馨的那种 我最能赖床 我最能赖床 我基本上 我上午九远之前 我都不起 那到一起 那就得有个生活改变了 是啊 我就是说 我这个 我就是基本上 我早上不起 因为我爸 我能 他可以不能起早 哎呀 这不问题就来了吗 俩人作息完全不一样 大哥是想让他准备好早餐 但大姐却说 他一屁股能睡到九点 啥意思 这是没瞅上大哥故意说的 还是真就是睡到那个点 因为两个人 这么大岁数到一起 有许多需要包容的事 但大哥心里还是希望 即使你每天 以往的生活习惯 是赖床到九点十点 但是我们到一起了之后 还是 等我走了 你愿意咋赖赖赖的 在我走之前 要为我准备这样 你也是咋的 完了之后 你写了之后 你再往堂上 没有亏议了 没有亏议了 他就立功了哭 你就醒不过来 完了之后 你要写了 做完饭桌 你马上 做完饭桌 马上再打一下 十二个小时 咱们是妻子 你首先 你就得做到这个责任 对不对 她能做到这样的责任 我就能做到妻子 没啥怎么说呢 刚才聊的时候 没怎么说 这都够好的 这都够好的 其实她本身 她肯定想着我了 再要聊 你说 我再弄的话 那她就跟她们 给她点打击 想给她点打击 别人 因为希望太大了 对 就是自己觉得 她并不十分满意 对 所以觉得也别 把话说太满了 是啊 这多多少少 有点补信女的意思呢 原来这大姐 心里还揣着小心子 使了一招 欲擒故隆啊 不过你这一招 对大哥来说 好像没啥用 你觉得自己 再比貂蝉 冒比天仙 但是在大哥 这也就是一般人 人家可不惯着 你这臭毛病 多大岁数了 五十六七岁了 你还在床啊 而且你看我再问她 我说那你晚上几点睡 九点多多 睡得不晚 实际上年龄大了 她毛病也来了 就是睡眠指南不好 很正常 总体来讲 对这姐难以吗 总体来讲 还算可以吧 但是说十分满意 还不是十分 人家对你印象 仅仅是一般 不是大姐想象的 非她不可 睡得比狗 早起的比猪晚 你这还在 给大哥做爱心早餐啊 这俩人都是 互相藏着心眼子 俩人都不说 行也不说 不行 红娘个一旁都急了 留个电话 还是加个微信 然后先交流着 问你呢 问你呢 请留个微信 也行了 了解了解 还有查的电话 查在哪 首先 房 房太高 年纪越来越大 对啊 年纪越来越大 完了之后爬楼梯 不过三楼还可以提出 三楼还行 之前 换呗 上岁数了 换一个二楼 不也行吗 他人换嘛 好像不太可能 俩人都露出了 礼貌不是尴尬的微笑 说白了 就是都没有相中对方 张姐最不满意的地方 就是大哥的房子 楼层太高 还没有电梯 大姐不想每天 吭吱在喘的爬楼梯 大哥觉得什么 年纪干什么事 不然容易被人笑话 当然有朋友吧 做个普通朋友 对 虽然留微信呢 有打算往下走的 这种想法吗 不太有 微信已经留了 反正落了吧 但是我觉得 不是那么太 大的希望 是吗 不是 我说希望不是很大 嗯 世界也不行 最终俩人相亲失败 这可真是应了那句话 半路夫妻个访个 不会一心一意过 七七觉得 只要俩人都有 房友退休金 就不会计较那么多了 才会处在一个 相对平等的界限里 也不能太注重 谁付出的多或少 但是都要互相理解关心 红组的老人 家庭自己的明白 各方面不要要太高 不要环美过日子 就想着当家做旅 尤其是经济方面 老人的性格脾气 都是很定格固执的 能幸福快乐在一起的 真的是很少 不合适还是一个人过得好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更新到这 咱们下期不见不散哦 知道了吗 这边呢